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气鉴定 那么呢,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宣德时期的清花缠制莲文 这个三足卢 首先呢,咱们就是要看气形 气形呢,宣德时期的这种三足卢啊 都是这种玄文式的 没有这种古丁式的 无论是这个匠诱还是清花 还是这个孔雀绿诱啊 都是这种玄文式的 那么清花是在这种玄文式的上面在绘制 所以呢,它这个气形就是错的 那么再看这个胎诱 宣德时期的鱼呢,是白中闪清 那么在肌肉处呢,比较明显的这种闪清 那它的这个鱼呢,有点这个贼光 关键事啊,是火气十足 那么这个鱼水呢,就是错的了 再看呢,就是所谓清料的发色 宣德时期这个炉啊,它还是用的是 苏玛黎清的料 大家看啊,苏玛黎清的料它有晕散 它有流淌 它有铁锈般的沉着 而这个仿品的这个料呢,是现代的这个 啊,仿苏玛黎清的那种料 这种料呢,是有一家公司专门做的啊 那个做仿古词的人呢,都可以买得到的 价格也稍微贵一点啊,这种的 嗯,然后再看它的这个文室布局以及绘画 绘画呢,它虽然是按照宣德时期的画的 但是呢,画的不是那么那么精美啊 啊,它会有一些这个啊,尤其是像这个牡丹文呢 还有像这个啊,葫芦叶啊啊,画的都有一些这个 比较那种那种潇洒劲啊,没有大家可以对比 可以看得出来啊,另外就是底足 像这种底足,我说了无论是哪种的 除非是那个就降幼的,它底足全部试幼 它这个呢,一般清花的呢,都是留这个沙底啊 而且那底足的这个三个炉的这三个足的这个足 足底也是不试幼的 但是呢,这个房品呢,是在这个底足上试了满幼啊 而且在底足落款,这种三足炉的款呢 都是在啊,口颜下的,没有在这个底足下面落款啊 有人说啊,那你那没没见过,你就能这样说吗 不是,这个是啊,需要有这个考证的啊 而且呢,它的诱也不对啊,你像足底这个也是不对 另外写的款啊,大家看这名,这大,这宣啊 这写的很差,尤其是德啊,非常差啊 大家可以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不是说你乱说就可以了啊 而且呢,它是需要经过有这个考证的啊 这个,都有这个,预谣厂出土的这些这个词片 进行验证的,进行一下对比就能知道了 看这优啊,包括这个真正要是写成这样款的时候啊 这个优的比较啊,就差距十分巨大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